让音乐试点 时光 轻往回走 带我回家 穿过 老街巷口 烟火晚霞 门前 那条路 还在等吗 还在问吗 问你 可曾见过 儿时的我 她说 奶奶会等 孩子回家 大家好 这是熊龙农场 我是小方 今天是给 重医院约好的 是上午带着小七七七还有轩轩 过来做手术 就是做绝育手术 但是我们本来 早上是没有喂他们 但是上午9点钟 八九点钟的时候 他们自己又 去透吃了点东西 所以说这个手术上午是做不了了 我们就是 而且来重医院路途比较远 我们就上午带着他们过来 顺便等这个时间 这会儿一直等到下午5点半 然后张医生才说他们可以做手术 小七呢 这会儿已经是做完了 麻醉也醒了 状态还是挺好的 然后剩下的还有就是七七还有轩轩 七七呢 也是马上就进手术室 轩轩呢 因为前段时间 又有一点那个反应 所以说这我在洗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会儿呢三个忙孩子的折育全分是已经做完了 像七夕做完之后她这个伤口可能是比较疼 然后像还有就是轩轩都是特别的疼 看着她也是挺心动人的 但是没办法 这也是选择给她们做这个绝育手术呢 也是为她们身体考虑 就这一次嘛忍一忍就过去了 以后的身体起码可以健康很多 这会儿呢七夕呢已经是彻底清醒了 但是呢轩轩是刚刚做完手术 眼已经睁开了也快醒了 天呢这会儿也不早了 已经是八点多钟了 这两天呢也是给她们多做一些好吃的 然后再给她们多补充点营养 让她们也能快点的康复起来 然后我们就回农事 一觉又坏 我们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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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